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 姓稱內地有一對新人日前舉行婚禮 當中新郎收到新娘的前男友傳來短訊 恭喜他傷起臨門 既做新郎又做爸爸 但新郎和妻子相識一個月就閃婚 對他懷孕的事毫不知情 而且認為絕對不可能 所以懷疑自己大陸母 生氣到當場質問 即使新郎堅稱腹中的胎兒是新郎骨肉 但仍然被新郎狠踢 令他跌在地上 男家更加當場退婚 要求女家全數退回憑金 網民既批評新郎踢女人 有同情南方帶綠母之際 有人隨即爆出真相 原來片中的男女當時正在拍戲 相信有人信以為真 以為發生新郎踢新娘的事件 再加上狗血劇情 而令到影片的截圖封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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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